今天呢,我们来说说高温定值 然后呢,我们一般的摘法呢 就是摘上苗之后呢 要控水,要堆苗,要缓苗,还要炼苗 我们在高温期的时候呢 如果是经过干旱,堆苗,炼苗的话 马上就上病毒啊 要么马上就死了 所以说呢,我们高温期定值的时候呢 一定要每天要浇大水 第一面水呢,要浇透 浇到河满河瓶啊,这里面有 这里也有 这就要浇大水 然后呢,就是一般呢 就两天浇一次,两天浇一次,浇大水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呢,我们是在春冬秋定值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呢,就是摘上苗之后有关闭风口 我们要进去保湿 然后呢,夏天呢,我们不能够关闭风口 一边的风口呢,里面三十多度,都把它热死了 但是呢,如果你不关风口的话 我们湿度很小啊,湿度很小 之后一蒸发,这叶子就尾烟了 那我们怎么保持 我们就是液,就是植出周围的湿度呢 我们的方法就有一个浇大水 第一遍浇大水 然后呢,平常的浇小水 就天天浇水啊 至少呢,保持至少高温期啊 至少两天浇一次 然后呢,要浇大水 浇大水浇到这里浇透 走廊上也浇透 然后呢,我们再浇小水 如果走廊上干了,我们再浇大水 大水小水反复的浇 这就是我们高温定值的一个关键 然后呢,随后呢,出现一个问题 你天天浇水 你天天浇水之后呢 哎,根在表层啊,下面不透气 哎,然后呢,根在表层 这样是怎么办呢,哈 就是哈,大水跟小水连换 浇完大水浇小水,浇完小水 它马上透气了 不缺水透气,根就往下扎 然后同时呢,一定学会用生根剂 生根剂的用法呢,哈 一定用生根剂来刮根啊 生根剂用在这为止,灌下去 烙在主干上,重新生根啊 如果不用生根剂的话 你天天浇水的根一定会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天天浇水之后呢 容易产生病害,尸数很大吧 要产生很多病害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 瞎灌生根剂啊,定制完 交换大水瞎灌生根剂 然后呢,等一天,长出根来之后呢 我们用杀卷剂 防止呢,地等人员的,高等人员的 吸引的杀卷剂呢,我们在这呢 灌根 从根儿上再灌下去 我这边深渐劲的用法是三粒胶囊一桶水 灌500克 深渐劲我们一般一桶水灌150克 就是根儿然后土壤要灌一下 灌的深渐劲一定漏的时候 非常浇药定制水分漏的时候灌 然后深渐劲土壤略干的时候我们再干 这就是我们高温定制的一个关键